MacBook是一种由苹果公司设计和生产的笔记型电脑 它有很多特点 首先,MacBook非常轻巧,容易携带 你可以把它带到学校或朋友家 甚至旅行时也可以使用 其次,MacBook使用的是苹果公司开发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很简单容易上手 而且可以和iPhone、iPad完美配合 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你需要的应用程式或文件 而且它不容易被病毒攻击 最后,MacBook铝合金机身设计很美观 到星巴克必备,而且使用很顺畅 你可以轻松地在上面浏览网页,看影片,玩游戏 还可以透过内建的摄像镜头跟朋友Facetime视讯聊天 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有什么不同 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都是由苹果公司生产的电脑 它们的不同点如下 首先,MacBook Air是比较轻薄的电脑 它的重量和厚度比MacBook Pro轻 因此,如果你经常需要携带电脑 那么MacBook Air会更适合你 其次,MacBook Pro较为强大 它拥有更快的处理器 更多的存储空间和更好的显示效果 如果你需要处理大型文件 编辑视频或玩更高要求的游戏 那么MacBook Pro会更适合你 最后,MacBook Air的价格比MacBook Pro便宜 因为它比较轻薄且配置较为简单 但是,如果你需要更好的效能和功能 那么MacBook Pro的价格可能会更高 总之,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都是很帮的电脑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其中一款 如果你需要轻巧方便的电脑 那么MacBook Air会更适合你 如果你需要更强大的电脑来处理更多的工作 那么MacBook Pro会更适合你 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要如何选择 如果你正在考虑买一台新的MacBook和笔记本电脑 你可能会遇到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这两个选择 这两种电脑都是苹果公司生产的 都有许多好处 下面是几点帮助你了解如何选择的建议 MacBook Air它比较轻,比较容易携带 它的电池寿命比较长,可以使用很长时间 它的价格比较便宜,适合预算有限的人 MacBook Pro它比较强大,处理速度更快 可以处理更多复杂的任务 它的显示荧幕更好,颜色更鲜艳,画面更清晰 它有更多的储存空间和记忆体 可以储存更多的档案和应用程式 总结一下,如果你需要一部轻便的电脑 用来上网,收发电子邮件,打字等基本操作 那么MacBook Air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需要一部更强大的电脑 用来处理图像,影片,音频等复杂任务 或者需要更大的储存空间和记忆体 那么MacBook Pro可能更适合你 当然,最好的方法是到店里试用一下 看看哪种电脑对你来说更舒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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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